这是上期那五个冻鸡蛋 所以这一期是要说那五个冻鸡蛋黄 冻鸡蛋就是生的鸡蛋放在冰箱冷冻的部分 冻成冰疙瘩了 我借了一盆自来水 冻的鸡蛋在水里稍微放一下 就很容易剥掉皮 时间不用太长 在里面滚两圈就行 长话短说 五颗鸡蛋剥完皮之后 再做蛋清蛋黄的分离 这个工作比刚才八鸡蛋皮要费点事 一点一点的把鸡蛋清捏下来 尽量弄干净一点 然后把圆滚滚的鸡蛋黄 放在事前准备好的盐上 上面再覆盖上一层盐 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把鸡蛋黄拿出来 放到盐里埋起来 碗里装着的就是分出来的鸡蛋清 上期我们把这个鸡蛋清做成了鸡蛋素鸡 这五个鸡蛋黄用盐埋起来之后 放到冰箱冷藏的部分 四天以后我们再打开看 用这种方法腌咸鸡蛋黄 是我在网上看到别人这么做 我之前还没做过 这是第一次 试试效果如何 如果效果好 可以多腌一点咸鸡蛋黄 做个鸡蛋酥什么的 因为有事情耽搁了 五天之后才打开 我轻轻地把鸡蛋黄 从盐里头掏出来 看着还不错 这样我就可以把它们都拿出来了 五天之前鸡蛋黄放进来是圆的 因为那个时候鸡蛋黄还是冻着的 之所以要把鸡蛋黄冰冻一下 就是为了让它保持圆形 在保持圆的形状下埋入盐里 盐腌过之后的鸡蛋黄是会变硬的 所以五天之后的这个形状不是因为冻的 是因为盐 因为我是放在冷藏里 五天的时间足够它融化了 鸡蛋黄上还是沾了很多盐 我用刷子刷了刷 后来发现直接用水冲一冲 更方便一些 我放到烤箱里把它们烤熟 烤熟之后一下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可爱了 蛋黄的外面居然包了一个硬硬的壳 原本圆滚滚的鸡蛋黄也变得不那么圆了 尝了一下 还有点香 不过不像普通的咸鸡蛋黄那么香 就当是香香的咸菜吃吧 吃起来真的非常咸 用它做蛋黄酥的念头就打笑了 将来如果再做鸡蛋干 多出来的蛋黄还是做点心吧 这个随便做做都很好吃 这种速成的腌咸鸡蛋黄的方式 我都感觉怎么说呢 并不像是在网上看到的视频里的那么美好 拨鸡蛋清有点麻烦 关键是腌出来的蛋黄不是特别好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哪里做的不对 没有学到正确的方法吧 但不管怎么说 这就是我的真实的尝试